下面咱就说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TCP的服务器 TCP的客户端的流程很简单 一 创建套杰子 二 connect 连接服务器 三 send 发送数据 receive 是不是结束数据了吧 那么接着咱就说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那么TCP的服务器 TCP的服务器它的流程是固定流程 固定流程 先创建套杰子 第一步 创建套杰子 第二步 绑定 请问同学们 你觉得服务器为什么要绑定 你是口端 你要连接我 请问你觉得我是口端线运行还是服务器线运行 是一定百分之百服务器线运行 服务器运行起来之后 你如果想连接腾讯的服务器 打个比方 如果不绑定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打个电话 给谁呢 给腾讯的你认识的那些人 你打个电话 你说你们今天服务器端口是几啊 那个人跟你说我们今天端口是七七八八 对吧 你就绑一个七七八八 但是呢过了第二天的时候 你又想连接腾讯的服务器 你再去打 给你这个朋友打个电话 你今天用端口做多少 比方变成五六七八了 你是不是还能这么给啊 这是你有人的前例下 你认识朋友的前例下 你这么做 要是不认识 别人还能玩游戏吗 玩不了了 因此怎么的呢 作为一个服务方 他的东西应该是固定的 比如说 我接下来想给一下我的联通的手机号码的套餐 我就直接打1010 如果我接下来想要去报警 我就打110 请问没错吧 这样的号码是不允许变化的 也就是说 你作为服务方 你不绑定 那就是白扯 info bind 必须要过 创建套角色 bind 我问个问题啊 客户端不绑定 咱们刚刚的客户端说没绑定 他能不能绑 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只不过呢 一般情况下 客户端不绑而已 最低 客户端一般不绑 客户端一般不绑定 端口 那么 这个地方 服务器一般是绑定的 创建套杰子 绑定端口 和IP 接下来 你不是想要receive 收客户端的请求 你通过send 是不是应该把 你为客户端服务的数据 是不是给客户端发过去啊 你想要去做这两个事情 最低 必须要有额外的来世纪 第一个是listen 第二个是accept listen是让你的套杰子 变为被动套杰子 accept是等待着新的客户端到来 咱们怎么去理解 这么一件事情呢 我画了 我写了一个简直的这么一个图 写了一个这么简直的图 想要 想要让别人给你打电话 那么这个流程 应该是怎么的呢 第一步 你总得买个电话机吧 买个手机 买了一个手机 OK 创建了一个套杰子 它对应创建套杰子 插上手机卡 请问意味着什么 绑钉啊 我买了手机里边也没有手机卡 我插手机卡 我的手机卡是哪个号码 这个手机甭管是什么 请问将来 我这个号码将来一定是谁 没错吧 第三步 将手机设置为正常的响铃状态 如果你买了个手机是静音 那别人打电话 你也不知道呀 所以说第三步 让你的手机呢 设置为正常的 接听电话的状态 如果要是别人来了电话 你该怎么的呢 你的手机就响了嘛 那么这个时候 就接听电话 或者是等待着别人 打电话到来就可以了 等待别人打电话到来就 好了 第一步 买手机 对应创建套杰字 第二步 插手机卡 对应套杰字 绑定一个固定信息 第三步 将手机设置为 监听 将手机设置为正常的监听 这个这个 别人打电话的状态 咱们呢 就通过listen来去做 那么等待着别人打电话 那么咱就用accept 正好对应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一二三四 你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吗 就在四步 是固定的 简而言之 不复杂 这个流程不复杂 你想作为tcp的服务方 一二三四 必须做 创建套杰字 绑定端口 listen 将手机设置为 监听套杰字 即设置为被动的 那么 第四步 accept 等待着别人 给你打电话 就行了 好了 简单了解了 在四步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回到程序里边去 咱们看看 好了 回到程序里边来 那么 这个服务器 怎么写呢 接下来咱们就写一个 咱们去试一下 来回到这 vim05tcp 然后呢 -服务器 服务器 一般呢 服务器呢 咱就称这边 serv serv 好了 如果你这里边有这个括号 那么咱们一般呢 就是反系杠 转译 好了 vim打开 我说过很恶变的 同学们 一定要听 我从昨天开始 不知说了三遍还是四遍 你就是不听 先写 下方线下方线 你写上 你也不累 累不着你 累不着你 你写吧 这个哥们写上 慢 写上 然后按下 esc回到命令模式 按下大欧 在前面查一行 按一下小欧 懂得了 下面查一行 按下小欧 在下面查一行 好了 地付写商 慢写商 接下来 一 买个手机 对吧 二 插入手机卡 三 干什么呢 这个将手机设置为 设置为正常的 这个响铃 响铃模式 响铃模式 那么接 就这样吧 响铃模式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步 接下来 等待别人的电话到来 好了 模拟呢 这个流程就在四步 那么买个手机 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过程是什么呢 创建套街子 那么插入手机卡 真正对的是什么呢 绑定本地信息 那么响铃意味着 让 默认的套街字 由 主动 变为 被动 什么意思呢 你创建出来的套街字 默认功能 是链接别人 而不是别人链接你 听到我想说什么了吧 你买手机的默认功能 不是给别人打电话 如果你想让别人给你打电话 你必须要做第三步 必须要做第三步 第一步是创建 用Socket 第二步绑定用Band 第三步 渐变为被动用Lacer 第四步 等待的电话到来 即等待客户端的链接 accept 在等待 好了 一二三次 理解完了之后 接下来开始创建了 创建套街子 Socket 点Socket 对吧 只要一看到这个东西 立马想起来 我的Socket 我的写上去 接下来 我在这里边 Socket 按下ESC 回到这样行的行锁 我那会说过了 大I 回到行锁 大A 回到行锁 命令模式下 大I 变成编辑模式 并且在行锁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比方说TCP ServerSocket OK 那么咱们就创建了 TCP的一个 夫妻的一个套街子 怎么说理解吧 讲言之 创建了套街子 接下来绑定 怎么绑定呢 TCP ServerSocket Divine的绑定 那绑定谁 一定是一个原主 好了 本地 任何一个IP都可以 端口 比方说71890端口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将手机设置为 监听状态 怎么做呢 将套街子设置为监听状态 TCP ServerSocket 点 Listen Listen 那这个地方 咱们一般的写个值 一般的写个128就可以了 一般写个128就可以了 那至于为什么写128 过后的无数 我简直给大家说 好了 那么接下来 第四步 等待的客户单到来 Accept Accept 那谁Accept呢 TCP ServerSocket 点Accept 能类似个意思吧 TCP 什么什么什么 点Accept 这个Accept 它有个返回值 大家追悼 这个哥们儿有个返回值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远组 如果等号的右边是一个远组 而等号的左边有两个变量 请问这叫什么 拆包 还记得吗 有印象吗 好了 把代码保存了 接下来咱们再回一下 回一下 iPython 这个时候就用iPython3了 因为是交互模式 可以直接检查一个某个字典 A等于11多号22 TypeA A就是TAP原读 A多号B等于11多号22 那么将来我一回车之后 那么TypeA 它是一个inter类型 TypeB 它也是个inter类型 那么AB里边分别是什么 11和22 好了 这个地方也称之为拆包 咱们原来的时候 学没学过在定义型汉的时候 有两个星画的那个 一个星的 一个星的叫什么 星星KWARGS 一个星的是不是叫ARGS了 有两个对吧 那么那个地方 当咱们去传递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想一个星 是不是还要想两个星 所以说那个地方叫拆包 而这个地方依然叫拆包 我在等号的左边 有两个变量 那么你这个圆祖里边 正好有两个值 那么咱们俩评分 一人一个 但是如果在这种拆包 有个追点 这种拆包有个追点 如果我ABC 等于括号里边的11 都说22 那这个时候就崩了 为什么呢 来了三个女生 有四个男生 等着找女朋友呢 你这不 百分之百打架 这肯定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就不对了吧 这种拆包有个特点 你后边的圆祖里边 有多少个 前面就多少个变量 能理解我意思吗 否则就崩了 这种方式 是适合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适合于你得到的圆祖 你别的个数是固定的 这种情况 那么accept 就符合此次场景 accept的返回值一个圆祖 圆祖里边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我接下来找两个变量的菜包 请问 你不是说了 你这个哥们有个返回值一个圆祖 里边有两个吗 我正好找两个变量 一个一个 请问 这是不是就解了吗 好了 嘴听 回个头来了 VM3的05 回个头来 咱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绕 这几天 这是重点 accept返回值 是一个圆祖 直白的讲 其实是一个圆祖 咱们为了更好的 接下来去利用 这个圆祖的返回值 咱就直接写上两个变量 来拆包已经了 那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 他将来各自接收的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变量 用来接收一个新的套截子 第二个变量 用来接收一个 链接你的客户端的地址 谁给你打的电话呀 在这里边团队 我为他服务的时候呢 我找了个新的套截子 在这个地方放了 怎么理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绕 怎么理解呢 同样 嘴听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你把这个套截子 想象成某个公司 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话机 这个电话机呢 他用的端口呢 是7890 就是相当于这个电话机呢 向这个电信局申请了一个号码 7890 那么这个电话机 因为它比较大 是公司里边的电话机 和咱们家里边的电话机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想干啥呢 他想做一个客服系统 什么叫客服 什么 你给10086打电话 你给100100100打电话 前面 你打的是谁 我问一问你 你打的是谁 你打的是10010吧 将来真正为你服务的是谁啊 客服 你说谁到底吧 你看你设想个场景 咱们设想个场景 来 这是你啊 假如说这个这个这个呢 就是你啊 你呢拿着一个打个打手机啊 等等等等打电话 然后呢 这个是谁呢 我就把它想象成啊 这个画一个方块 这个 你把那个想象成谁呢 你把它想象成那个叫10010 就是连通 你给连通打电话 你说哎 你往那打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都往连通打呀 连通通通通通 想完之后 他就问你 哎 一是自动 二是怎么样 三是怎么样 都是自动的 然后一般最后有个选项 是不是人工呀 你把它想象成人工 那么请问 人工的话 请问接下来 是我的找一个人 是不是单独为这个顾客服务才行 你说是个道理吧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是怎么办的呢 accept 你此时就把它想象成这个东西 你打电话的时候 accept 就有反应 accept 反应的结果就是 哎 我一看这个哥们 可不打了个电话 我找了个客服 我说客服 我说 我说张经理啊 你现在有事吗 没事 来 为这个顾客服务 请问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找了个人 是不是为这个客户端服务了吧 我为这个客户端服务的时候 大家摄影个场景 你给这个客服人员说了 客服你好 你好 我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这个套摊 由99元 给成199元 可以吧 没问题 请问 客服王们就会 先生咱们接下来确定一下身份信息 请问您是谁的机组吗 请问 他会问你的手机号码 没啥吧 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请问 你给他打电话 他这里边是不是一定有来电显示 来电显示 那么请问 是不是我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 我在去调 我在找一个客服人员 为他服务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来电显示的号码 是不是顺便告诉了这个客服人员了吧 这个客服人员就得到了号码 得到了号码了 请问大家 想现在一共有几个东西 专门为他服务呢 一个人 一个客服 为他服务 这个客服是不是也知道 这个哥们他的IP 也就是知道这个哥们的电话号码是谁 是不是都会知道吧 Info Accept的返回值 是一个原主 这个原主来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找了一个客服 就是淘结账 第二部分 客户端连接你的时候 客户端的地址在这里放上 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客户端的地址在这里放上了 OK 言外之意是通话 我再来一遍 言外之意 这个地方 要理解清楚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咱们将来怎么去做这样的通信方式呢 还有这个人 还有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 打电话的时候 请问既然他想要通信 我这边服务器 怎么着 我是不是里有个套街子在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套街子 那么这个套街子是什么套街子呢 监听套街子 最听也就是说 什么啊 最听了啊 我不是作为服务器方 我不是要做这些代码吗 服务器 我把这个箭头抹掉 咱们在那边啊 服务器 60010这个系统啊 先买了个电话机 这个啊 这个就是电话机 放在这了 这个电话机放在这了 这个电话机 没人用来干什么的呢 没人用来打电话的 没人用来打电话的 你想让别人给你打电话怎么办呢 先把它listen 请问这个套街子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套街子了吧 被动套街子 你只要做好了 之后 OK 那这个套街子 就可以等待别人给你打电话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人 往这个套街子里边打电话 请问 这个套街子对应的端口 是不是7890啊 所以说呢 这个套街子呢 就可以接收来自于7890端口的数据了 收到了数据之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做了一步 又来了一个人 假如说在上面啊 又来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他接下来也需要连接 也需要打10010 请问往哪里打 这个是套街子啊 注意了 上面这个是套街子 这个是套街子 这个也是套街子 这个套街子呢 为他服务 为他服务 那么上面的那个还有了吗 没了 上面这个就断开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我选弄他删掉 TCP原来的通信大体是这样的 你服务器先创建一个套街子 放在那个地方等着 来一个人给你打电话 哎 张三 来 为这个人服务 为这个顾客服务 好了 张三拿着这个信息走了 你需要试个道理了吧 又一个人打电话 这个 又响了 来李斯来来来来 李斯过来 来把这个这个东西给你 你出会给这个顾客服务器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服务器 作为TCP的服务器在一方 你打电话 客户端打电话的时候 往服务器的这个监定套街里面打 那么将来服务器会通过Accept 得到一个新的套街 这个新的套街 是不是标记了这个顾客了吧 有多少个人服务器 这里边直白的讲 就有多少个新的套街 能理解 接下来 你客户端所发送的所有的数据 以及接收到了所有数据 通通都是通过这个套街 或者是这个套街 这个套街 这个只负责等待别人打电话 这两个负责干什么 通信 能听到我想说什么 这两个负责通信 而上面那两个套街 负责 上面那个套街 负责监听 而下面这两个套街 负责通信 好了 这个地方写个说明 监听套街 套街 负责 负责 等待 有新的客户端进行链接 那么 accept产生的新的套街 用来为 为客户端服务 服务 服务 好了 那么上面这两这些东西 哪些是监听套街 哪些是服务的套街 这两个用来干什么的呢 服务的 用来服务 然后上面这个套街 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监听 用来监听 这么说能力了吧 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好了 这个图呢 咱就保存一下了 来这个时候再看 我这三步 请问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买创建套街的 绑定 listen 是不是固定的吧 那固定完之后 请问我这个套街的 是不是监听套街的 我的监听套街的 注意听了 默认会怎么着呢 堵塞 堵塞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有一个新的客户端 链接了你 你就会解堵塞 而且你解堵塞的时候 有个返回值 你的返回值是 new client stock it 至于这个名字 你叫什么都无所谓 我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出他的意思来 那么 client address 听说我想说什么了吗 这个里边 保存的客户 保存的 accept 产生的新的套街的 为这个顾客服务 而这个里边 同意处的客户端的信息 来同胞 看着啊 咱们看一下 print client add 看一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看一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那么 我先这样 我加上一个空行 咱们同胞 咱们分开 这样好看一些 加上一个空行 加上一个空行 好了 在这个位置 我是怎么做的呢 看我这 我是先打印了一个1 先打印了一个1 然后 我YY 我这个地方 我又P 我又打印了一个2 听得清楚了吧 我打印了个2 我接下来再打印这个信息 那么 我接下来 请问 先买套 先创建套街子 绑定 等待别人给我打 把它变成被动的 等待了别人给我打 只要别人一给我打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解赌烧 默认识赌烧的 解赌烧 接下来 请问你作为服务器一方 你是先搜还是先发 先搜 客户端先怎么的 先发 这都是规律 你玩农药的时候 你先给服务器说 服务器 我现在要登录 你能不能让我进去 你客户端下发东西 服务器先搜 一般都是这个规律 因此 也就是说 接下来服务器怎么的呢 接收客户端 发送过来的请求 那么怎么做的呢 请问有两个套价子 一个是这个套价子 一个是这个套价子 对吧 咱们通过哪一个收数据 new 没错 new 第二 receive 收 那么receive 收数据怎么的呢 其实receive的收数据 和receive from 收是很类似 里面直接写一个值就可以了 那即 我最多收1024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你想到100 最多收100 那么它的返回值 receive data 你觉得它这里边是什么呢 是一个元组呢 还是一个普通的数据呢 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普通数据 为什么呢 这个套价子 是不是标记的这个客户 标记的这个客户 是不是就知道 这个客户段的IP 知道这个客户段的端口 是不是都知道呀 所以说返回的时候 仅仅有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也验证一下吧 receive date 返回的是数据 下方线 receive date 好 那返回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作为服务器一方 什么礼貌一点 怎么的 是不是给人回吧 怎么回呢 new socket.send 发什么呀 哈哈 del encode 发一个东西 来发一个东西 utf-8 发完之后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什么呢 关闭套截子 现在有几个套截子 两个 我这两个是不是肚里关 new socket.client.close 然后tcp server socket.close 是不是有两个呀 好了 这个位置啊 接受客户段发送过来的请求 然后这个地方 回送 回送 一部分数据 给客户端 比方说咱们这个地方 来一个 OK 加上一个OK 好了 我把这个东西我发给他 怎么样 咱们试一下 先看看效果 有什么问题咱再说 看下效果再说 python3 05 端口就好了 我再看一下端口 7890 python3 05 跑起来 大家看好了 下面是不是只有1 2呢 你看啊 vrm05 2是不是在下面答应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哦 我刚刚运行程序 这时候一 一立马答应了 但是二没有 是二没有吧 二没有 这说明了什么 哎 你等了什么了 别人来的时候 才接赌策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啊 赌策 8305 走 默认赌策了 现在就赌了呢 请问同学们 现在咱们的程序 创建 绑定 listen 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啊 现在卡哪 现在卡到哪 accept 没错过他吗 什么时候解读上 有一个新的客户 练接你 来 你先别练接我 你先别练 这个地方我得试一下 他说什么呢 这个connect refuse 你立马就关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你先别练接 你先别练接 我给你演示 你先别动 好了 我先把这个程序 我先断开 然后我点一下 客户端 注意听 同学们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转换一下角色了吧 关了 我再来一遍 转换一下角色啊 既然你写的是服务器 那么按理说 这个哥们是不是 当的客户端了吧 选择让这个哥们 当的客户端 注意了 当的客户端的时候 这个地方变了 你连接谁啊 服务器大批 你连接的服务器 的端口是谁呢 是不是都在这下 好同学们 192的168的33的109 是不是我乌版图本身自己啊 链接这个 端口是谁呢 写谁啊 7890 好了 我链接 注意看啊 那是1 我链接 什么特点 那个2是不是就下去了吧 那个2下去之后 你没发现立马打印了个东西 请问 还记得这个东西什么吗 想要看看怎么办呢 来 没问题 用这个端 用这个中端看 05 打开 看结果啊 现在是1 2都有了 打印了这个圆祖 来这个圆祖 打了 看啊 1打了 2打了 诶 打开 是不是打了一个 client address的这个东西啊 client address的这个东西 请问 这是啥呀 是不是又是一个圆祖啊 这个圆祖里边是什么了 还记得吗 我说我是什么啊 谁给你打的电话 死时这个地方 显示的就是谁 听懂了吗 啊 那么也就是说 同伴注意听了 来 我我总结一下 咱们通俗来讲啊 创建不堵塞 这个不堵塞 listen不堵塞 当我初期之音的这句话的时候 默认堵塞 堵塞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只要有一个客户端链接了你 你就结堵塞了 你结堵塞的时候呢 你accept还会有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里边是个圆祖 圆祖里边拆包的话 有两个值 第一个 标记的客户端 第二个 这里边是什么了 咱们刚打印出来 这里边是什么 是不是客户端 就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客户端的信息 是不是都在这里边放的吧 你就知道了 客户端的信息 其实都是在这里边 你接下来同伴 程序不往下运行了 为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现在是不是等着 客户端给他发东西 客户端给他发完东西 这时候他给客户端 是不是回一个吧 来 咱们看这儿 我给他回一个我给他发一个请求 我发一个你发给谁呢 本地的IP 本地的IP是这个 这个是本地的本地的IP 本地的端口 随机端口 好了 我发一个100 走 这个请问是服务器给他们回过来的吧 这个是服务器给他回来了 也就是说同伴 你的收发数据和咱们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唯独服务器区别在哪呢 请问服务器到底特殊特殊在哪啊 退出 Q退出 因为我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代码 退出 特殊在哪啊 创建 基本上没什么特殊的 绑定没什么特殊的 唯独多了一个listen 把你这个套户子变成被动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多了个东西 是不是accept了吧 切记 你接下来和客户端收发数据都用的是谁啊 新的套户子 听懂了吗 这个新的套户子标记着客户端 而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监听的 这个是用来监听的 好了 那么服务器基本的流程呢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接下来呢 花两分钟 你理一理 我刚刚在讲解这个过程当中 讲解的字典 顺便呢 写一写这个代码 尝试尝试 啊 理一下 啊